好,下面就带领大家实践一下如何在一张白纸上去绘制我们的商业画布,商业模式画布啊 其实手绘这部分工作啊,对产品经理来说也很重要 其实是帮助产品经理不断去思考,去完善自己的想法的一个过程啊 我们现在开始,呃,我们先讲到的是啊,用户细分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用户,用户细分啊,还还想到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吗 啊,就是我们的用户目标用户是什么,目标目标团体是什么 他们有什么问题,他们遇到了什么困难,我们需要解决他的什么问题 进而引发了我们的另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啊,价值主张 啊,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礼物啊,我画的不是太好啊 大家能明白就好啊,我们的价值主张需要去给我们的用户 怎么给我们的用户呢啊,渠道通道,对吧 渠道通道 通过我们的渠道通道,我们将我们的价值主张传递给我们的用户 传递给我们的用户啊,可能是可能是一个平台啊,或者是手机的APP啊 啊,我们的现在的手机APP啊,用户和我们的产品产生了关系 反过来是什么呢 我们产品经理还需要去考虑的是啊,用户关系 我们的产品经理需要去做运营工作去维护我们的啊,用户关系 这是这几个维度啊,这个是一个小闭环,对吧啊 基于此,其实我们是可以产生我们的价值的啊,产生我们的收益 那就是我们的收入来源 在这个过程中啊,就是赚钱的手段啊 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拿到这部分钱呢,拿到这部分收益啊,是通过我们的 找到了目标用户,找到了目标用户,他需要什么啊 同时提供了我们的这个价值 通过我们的产品啊,通过我们的这个渠道 通过我们的通道,传递给我们的用户 同时啊,为了使这个收入是一个持续的不断的 而且我们的这个用户规模和产品不断有互动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需要去不断的去做这个用户关系方面的工作啊 就是我们大量的运营工作也是需要去完成的 好,用户这一边我们也完成了差不多了啊 我们再往这边往左边去看啊 我们的价值主张要形成我们首先作为产品经理 我们要去想我们手上的资源有哪些啊 这必然会涉及到一个核心资源的了解 核心资源 核心资源可以是什么啊 一个工具啊 他可能是一个扳手 这是我们的核心资源 也可能是某一项独门秘迹啊 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核心资源会直接影响我们的价值主张的实现啊 对吧 这是核心资源 有了核心资源 作为产品经理可能就是我要组建一个我的项目团队 我要组建我的这个产品的团队 那我这些团队资源在手之后我要做什么 我要去做关键业务 我要去做关键业务啊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必须要去做的啊 公司为了完成这个价值主张必须要去做的 他可能是一把铲子啊 我们必须要去挖掘我们自己的这个产品的黄金 嗯 关键业务 这两个都是为了去形成我们的价值主张的啊 就是形成我们这个产品 他能传递给用户的这部分价值和产品 再往后有一些资源可能我们自己做不到啊 我们自己拿不到我们也做不到 那我们就需要去合作 我们需要去找我们的合作伙伴 啊 他可能就是两个环一样啊 像戒指一样合在一起 这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有哪些呢啊 比如说供应商啊 比如说平等的这种联盟的关系 联盟的合作关系 对吧 这个我们之前也讲了 这部分其实偏向在产品经理可控的范围 但是这部分是有成本的 这部分是有成本的 成本我们需要自己花钱啊 我们需要自己花钱 我们可能就是一个账单一样 就像一个账单一样 成本很重要 成本其实他也是带有结构的啊 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 他可能会有人力成本啊 还有会有一些固定资产的投入 这些都是成本 然后成本和收入之间 我们之前也说过 反复再提到一个概念啊 ROI ROI 我们需要去评估我们的投入产出比 return of investment 投入和产出比 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 我们的说的商业模式画布 我们可以把它画出来啊